這是我們今天最後一個餐點 鮑魚 我們今天來到了大魯閣 今天來呢主要是要來吃珍鮮 他的一個另外一個副品牌叫做點珍鮮 今天比在佛宮山拍的時候還好尷尬 因為這邊都是台灣人比較多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這邊已經有一些新年的裝飾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直接上去三樓的地方 我要去找那一家點珍鮮 然後再次買一個大門 來 吃 Higher 你不如為自己 麻在顫抖 走東西 有來過嗎 有來過嗎 有來過 那你用平板做點餐的 那餐具跟桌號的部分都在位置的上方 對 這邊 上面它這裡是觸控下去點的 這個是人氣排行 我發現它這邊跟那個蒸鮮一樣 就是茶包 芥末 醬油 這個是薑 我幫你準備在旁邊 那我今天就是想要來挑戰看看自己一個人可以吃雞盤 順便就是多點一些菜色給大家看 點蒸鮮它跟蒸鮮這兩個品牌 雖然是同一家公司 但是它到底有什麼差別 因為它的價格其實跟蒸鮮還是有一點差異 它會比蒸鮮再貴一點點 因為蒸鮮是全部都30塊 那這邊的話它是有超過30元的商品 我先點它人氣排行的幾道 然後再點一些它的甜點來吃吃看 先點個四道好了 它就是這樣按下去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一個 這個好像也很有名 焦糖鮭魚 然後再來一個蝦胃手捲 不是 是蝦胃魚卵 蘆筍蝦手捲 這個是40塊 那我們就先點這四個 點菜 先把醬料攪拌均勻 先吃這一個 這一個是 鮭魚 超厚的耶 它的鮭魚切的超厚的 很好吃 吃起來跟蒸鮮的味道有點不一樣 我記得蒸鮮好像會比較薄一點 它這邊好像把它做得比較精緻 這一個也是鮭魚 可是它這一個是 有烤過的 它是熟的鮭魚 好像是這邊最多人吃的 叫做什麼 焦糖鮭魚 然後它上面有一個 檸檬 吃吃看 這個吃起來比較油耶 可能是因為烤過 然後 它鮭魚的那個油脂 都跑出來了 所以 吃起來的口感比剛才 生魚片的感覺 來得再油嫩一點 感覺很順口 就是咬一咬 然後就軟了 就可以吞下去了 我現在想要先點一個飲料來喝耶 我在想我現在要喝什麼 點一個蘋果汁好了 四十塊 我想要再吃一些別的 吃一個海膽 赤身三點剩 這個是九十塊 這樣我們總共有點了四樣東西 就按點餐 可以玩遊戲耶 啊 輸了 這一個等很久 這一個是蝦味 魚卵 上面都是滿滿的魚卵 這一個應該是不用沾這一個 芥末的 因為這樣沾了就吃不到它這一個的原味 所以我們這一個就直接吃就好 以前我都會覺得上面這個都是假的 就覺得是很便宜的 因為在夜市都會看到這種一個十塊的 可是 我覺得夜市的那個應該是合成的 然後這一個看起來 是不知道是真的還假的 反正吃起來就 有一個蝦子的味道 然後 脆脆的 魚卵脆脆的 來了 我們剛才追加了赤身 先吃這個鮭魚 因為剛才鮭魚有吃過 我很喜歡它的鮭魚 它的鮭魚真的是強推耶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厚厚的 然後就是很軟 超級好吃耶 這個好像是黑鮭魚 黑鮭魚我覺得還好 口感沒有那麼好 蠻搭一瓶的 它上面是寫 100%的 蘋果汁 那我們接下來再吃這一個是 鮮蝦手捲 它尾巴這邊可能要先咬掉 這個鮮蝦手捲 普通的好吃 我想一下還要再點什麼 這個看起來好像很好吃耶 100塊的鮭魚 不然我吃給大家看好了 然後再一個 安格斯烏龍麵 那我們就再點這兩個 然後再加一個甜點 一個烤布丁好了 來了 烤布丁 它這個好像是手工的 有點軟 跟外面統一布丁有點不一樣 然後它的焦糖超好吃的 表面的這一層還蠻好吃的 吃完了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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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 這一個是 海膽 試試看海膽的滋味 嗯 鮭魚子也來了 海膽我必須說老實話 大家 知不知道高雄有一家叫做 布朗壽司 它的海膽壽司啊 超級好吃 吃起來 會有那種海鮮甜甜的味道 可是這邊的吃起來我覺得還好 反而有一點點苦苦的 因為沒有很常吃這個 所以也沒有到很專業 只是就是跟大家說 吃起來的感覺 這一個海膽我覺得 有點普通 鮭魚 吃吃看 大家可以看到裡面 它其實有一點點 紅紅的一顆在裡面 咬破的時候 它鮭魚裡面 軟的那個鹹鹹的味道 就會跑出來 好吃耶 來了 這個是最貴的 這邊有兩片 是安格斯牛 然後這邊是泡菜 然後這個是 半熟的溫泉蛋 麵的話是在底下 先喝湯 湯好像全部都是泡菜的味道 湯的煮味是泡菜 很像是在吃那個泡菜鍋 這是 安格斯牛 你們有看到嗎 切成這樣子 超級寒酸的 它的這個安格斯牛 吃起來 真的還好 有點像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 好斯多 它裡面買的那種 大盒的那個 牛肉片 然後自己回家烤過的 那種感覺 差不多就是那個感覺而已 就是不能抱太大的期望 在這 100塊的 安格斯烏龍麵上面 有點飽了 唯一可以誇獎的就是 這個烏龍麵條很Q 最後一口 這是我們今天 最後一個餐點 鮑魚 跟我眼睛一樣大 底下有這個菜頭 鮑魚吃起來超Q的 這個也是100塊 可是我覺得比那個 安格斯牛烏龍麵還值得 菜頭 它這個菜頭蠻好吃的 大家看它這個顏色 看得出來它是有滷過的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最後一塊 剩下一半 剩下一半 吃飽了 我們今天總共點了 十二樣 合計是630塊 那我們現在要走 我們就按結帳 確定 到前面結帳 全部都吃光了 這邊下分竟然是630元 我覺得它吃起來的感覺 有幾道菜其實是很推薦大家可以吃 但是有幾樣菜我就覺得還好 像那個牛肉的我就覺得 好像 沒有那麼推薦大家可以點 但是 我就想要吃給大家看 看看它到底好不好吃 然後那個鮑魚的話 看你們自己要不要點 因為我覺得那個鮑魚 一個一百塊 可是 吃起來確實是好吃 不過價格有點高 那 再來的話 剩下的那些 生魚片壽司啊 海膽啊那些 其實大家就可以自己來 看一看 然後再看自己 想不想吃 如果要跟真鮮比的話 其實它比真鮮再好吃 這邊 空間很大 當然不能跟孟時代比 超大的 那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 按讚 按分享 按訂閱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個影片